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考试 内服方药和外用技术 内服方药主要考察考生医术渊源或者传承脉络 医术内容及特点 与擅长治疗的病症范围相关的中医基础知识 中医诊断技能 中医治疗方法 中药基本知识和用药安全等 外用技术考察考生医术渊源或者传承脉络 外治技术内容及特点 与其使用的外治技术相关的中医基础知识 擅长治疗的病症诊断要点 外治技术操作要点 技术应用规范及安全风险 防控方法或者措施等 在外用技术里中就包含针灸类 因为擅长针灸类的中医医师数量非常多 并且针灸本身 对于很多关节疾病 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想通过针灸通过考试 必须要对人体的十二经络 众多学位用着清晰的认识 还要熟悉辩证疾病的八纲辩证 从最基础的五脏六腑 经络器血筋液 虚实含热需要熟知 最重要的是要能将自己的认识 和对治疗相关病症的理解 结合考点表达出来 只有能说会做 才能在考试过程中 得到考官的认可 顺利通过考试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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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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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